那现在是接近北京时间下午的五点钟 我们看到现在会见刚刚结束 东大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我们看到现场的媒体记者 也是一直守候在东大厅的门口 等待着马英九先生一行 缓缓地走出东大厅 我们看到此时马英九先生已经走出了东大厅 而且刚才在这个大门打开之前 我们听到会议现场内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见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之后首次会见台湾同胞 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开场白当中 总书记首先指出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总书记从历史讲到了现在 既是对台独史观的波乱反正正本清源 也是为台湾同胞补了一堂历史课 总书记还说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 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 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总书记从现在谈到了未来 这三个没有既是两岸关系发展历程 对现在的启迪 更是对未来的招式 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 有共同的认知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就应该常来常往 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而一家人也完全可以坐下来 就家里人的事 先接触交流起来 增进了解 累积互信 化解矛盾 寻求共识 在这次马英九先生的大路行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温馨的画面 在卢沟桥盘 马英九紧握着 七七事变亲历者正扶来的手 在万里长城之上 马英九与学生们共同唱起了长城谣 而在今天的会见现场 也有很多非常温馨的瞬间 习近平总书记与马英九先生握手 长达15秒的时间 而在与台湾青年学子的交流当中 也尽显对两岸青年的关心关爱 和殷切期望 相信未来 我们也会记录下更多 两岸同胞携手同行 团结奋斗 共同振兴中华的动人故事 和美好瞬间